大家好 今天的便宜本系列 我們去了 St.Helen WA9 我們找到一間三房的Terence House 業主的叫價是155,000鎊 是一個List Hold Land 而這個有甚麼特色呢? 真是超便宜 點便宜法我跟大家計算一下 這個屋主前面的花園鋪好磚 後面的花園也蓋得很漂亮 待會大家看片會看到 最好原本應該是兩房的Terence 他將屋主前面的房間 他的屋主做好了 大家計算一下 前花園後花園這樣鋪起碼要兩萬磅 接著他的屋主要幾萬磅 即是加起來 如果大家減少前後花園的裝修 和自建的屋主 這間屋其實十萬磅都不用 所以是超值的 我們今早的拍片 在我們之前和我們之後 都有經紀大廈看 我相信這間屋已經很快離開了 所以我決定 我會將這間屋 在我的Youtube頻道 盡快放出來 今天就拍片 我希望明天或後天可以放出來 令到香港的買家 可以多些選擇 除了Lion哥團隊 在英國熱務的擴充 現在公開招聘 Bankham Wedding Milton Kings 倫敦 BISTO 和蘇格蘭的兼職職位 有意者可以跟我們聯絡 聯絡的WhatsApp號碼是 加44-794-6633-168 大家好 我是Lion哥 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和大家分享 英國的樓盤和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看到有廣告的話 請幫忙看看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鐘 我一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我已經送出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一冊 第一冊的內容 就是由你計劃移民到英國 寫到入境英國為止 如果大家還未有的話 可以加入我的WhatsApp群或群租購 WhatsApp號碼是 加44-794-6633-168 到一萬個訂閱的時候 就會送出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二冊 這一冊的電子書 是由你入境英國的延續 例如在英國租樓和賣樓的過程和技巧 包括稅務、開英國公司、怎樣找學校 在英國生活的花稅 希望大家幫忙多些分量和推薦給朋友 而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二冊 現在開放給觀眾們廣告贊助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WhatsApp聯絡我們 最近英鎊大跌 很多美國人和香港人過到英國買樓 很多時候樓盤在拍片之後的幾天 就已經售出了 推出的太陋片大多數是過幾星期前拍 所以經常出現有觀眾查詢樓盤的時候 這個物業已經售出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決定建立一個巴奧的群化群組 就是Lion哥的英國樓盤速遞 將拍好的影片 第一時間給我們前座的買家 WhatsApp號碼是 加44-794-6633-168 有興趣的買家可以加入這個群組 早兩天我出了一段影片 是Lis的LS17 這間屋是用水來建的 我就叫大家不要買 但現在你看看今天這間屋 這間是一個排屋 這間屋是一個Mid Terrace 什麼叫Mid Terrace 即是左邊和右邊都會有屋子 夾著它 左邊和右邊都會看到是磚 但這間屋是白色的 為什麼是白色的 白色不是因為有水來建 它是在屋主在前面 鋪了一層東西來保暖 所以它就變成白色 所以在英格蘭看到白色或黃色屋 未必是水來建 很大機會都是用磚建 不過在前面屋主要補充物料 來保暖 大家先來看看Fall Pen 從Fall Pen 看到這間屋的面積 是872呎 大家在一樓看到 走進去就是一個Fame Room 前面就是一個飯廳 突出了一個廚房 大家看看圖 將地上和一樓比較 我懷疑 這個廚房位是一個擴建 但因為我們拍片時 沒有問到經紀 不知道究竟是原積還是擴建 因為其實這些Terence House 這些牌子 應該是對齊的 一樓和二樓的積是對齊的 它突然間有一個東西突出 我懷疑是一個擴建 好了,上到一樓了 一樓有兩間房間和一個浴室 其實這個原積是兩房的Terence 但業主將它的Loft 將它清除去 建立了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 你看到片段是放在一間沙發 其實可以放在單人床 所以業主買出來 也是當三房賣出來 因為其實它真的是三房 它的Loft也可以住人 所以它變成一個三房的Terence 我就不阻礙大家太多時間了 先去片段 看看這房間的質素如何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 就是WA9 St.Helen的牌屋 就是這間 看看周邊的環境 我們現在進入屋裡 一進去就是廳 它佈置得很仔細 它佈置得很仔細 有電視機 這個房間是很新淨的 這邊就是飯廳 這邊就是飯廳 它打掃得很乾淨 它有一些物品 它會搬走 接著就是一個Open Kitchen 很新鮮的 很新鮮的 很乾淨 這個護主也保持得很好的 這裡外面就是一個後花園 它做了一個大的養魚的地方 我待會就會再出去 現在先去看睡房 上面就是會有兩間房 首先看了這一間就是小房 它現在做了小朋友的房 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保持得很好 這個房子保持得很好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儲物室 它現在放了一些雜物 然後這邊就放了一個Boiler 這個Boiler 剛才問了屋主的 這個Boiler大約是四年 就很新鮮 好了 這邊就是一個主人房 它門就做了一個木式 這裡就是一個主人房 主人房 也很骨子 這邊就有個假火爐 裝了電視機 上面就有個CCTV的機頂盒 這邊的風景 主人房看出去就是看剛才的街景 好了 就到廁所了 它的廁所是大的 比起一般的家庭 這個廁所是相對大的 而且它很乾鮮 很鮮明的顏色 業主保持得很乾淨 這邊就做了一個花灑 這邊就有個浴缸 這邊就有個浴缸 那 這個尺寸是很大的 而且它很乾淨 保持得地板 好 那它上面還有一層的 對 謝謝 那 再上去二樓呢 它上面就做了一個小小的客廳仔 可以和朋友在這裡聊天 喝杯咖啡 還有一個天窗 採光度非常之好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小型的天地 我們下去就叫 戶主開閣後花園給你看 先生 請我去外面 對 這個 謝謝 謝謝 沒有需要 謝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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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這裏是 它本身做了一個魚缸 那 現在暫時沒有養魚的 因爲業主都不在 是 是 OK 是 那 它有個裝上的CCTV 那 後花園很帥仔 是 它打掃得很好 好啊 電子房間 好啊 電子房間 它說 後面是 安裝了電子房間 有個鈴鐺 有間 工廠 那 那個 後花園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佈置得很美 而且很整齊 很乾淨 那 它 裡面還有一個 工廠 它開了一個工廠 給我 裡面 就放了洗衣機 雪櫃 以及一些雜物 那這個工廠 呢 五層 雖 雖然小小的 但是 它做得很美 有興趣的 就 盡快聯絡我們吧 謝謝 片段看完了 大家覺得這個裝修都可以 其實即買都可以即住 不用怎樣收拾裝修 它最好 其實這個醃製 我覺得它做得很綺麗 就是 保持房子很新 是嗎 有在屋前沒鋪浸 就是保暖 前花園就鋪了 後花園 雖然你看到是石 但是你看到它建了水池 建了一些椅子 其實都很有心思 加上它還做了一個 可以住人 其實你做這個 不便宜的 幾萬磅 而且你不是說你有錢就做了 你又要鄰居同意 Council同意 找一個即使畫圖 然後呢 你搞一搞一個 現在英格蘭 那些人去做 英格佬去做裝修 你起碼都搞一年 有一個朋友 在LSX17 他不是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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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建更簡單 擴建 因為擴建 就不用經營居 不用經營居 去同意 因為它是一層 因為你不是起兩層 你起兩層就要經營居 經營居 他搞了 一年零三個月 都是找英國的團隊 教的 所以 英格做裝修是這樣的 免得失事 而且你又要經營居 又要經營居 又要經營居 一年 真的要這個時間 大家好 我是Lan哥 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和大家分享 英國的樓盤 和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LIKE我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請幫忙追蹤我Facebook 以及IG帳 拜拜